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帝国对决 一战风云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红色巴伦 李希特霍芬的空中传奇 二密码与谍影 劳特尔巴赫的解密战 三最后的帝国 奥斯曼的衰落与重生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红色巴伦 李希特霍芬的空中传奇 好的 让我们一起飞越历史的云端 探索那位在空中舞蹈的传奇人物 红色巴伦 也就是曼弗雷德 冯·李希特霍芬 这位德国飞行员 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战英雄 更是无数故事和传说的主角 他的故事 就像他在空中的飞行一样 充满了惊险和传奇色彩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他的绰号 红色巴伦 你可能会想 这是因为 他喜欢红色的衣服 或者有着火红的头发吗 其实不然 他之所以被称为红色巴伦 是因为他驾驶的战斗机 被涂成了鲜艳的红色 这不仅使他在空中变得极为显眼 也成为了他的标志性象征 想象一下 在那个黑白照片的年代 一架红色的飞机 在蓝天中翱翔 那画面该有多么震撼人心 红色巴伦的空中战绩 同样令人瞩目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击落了80架敌机 成为了战争中的顶级飞行王牌 但是他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李希特霍芬的飞行生涯 充满了危险和挑战 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 然而 他的勇气和技巧 总是让他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 红色巴伦的故事 也充满了幽默和人性的温暖 据说 他曾经在一次战斗中 击落了一架敌机 但是当他发现敌机的飞行员受伤了 他竟然降落在敌方领土 提供了急救 并且还给了对方一瓶香槟作为礼物 这种歧视精神和对敌人的尊重 在当时的残酷战争中显得尤为珍贵 不幸的是 红色巴伦的传奇生涯 在1918年4月21日画上了句号 他在法国上空被击落 年仅25岁 尽管他的生命如此短暂 但他在空中的英勇事迹 和他对飞行的热爱 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红色巴伦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战争的硝烟中 人性的光辉和英雄的风采依然能够闪耀 他的生平不仅是空战历史的一部分 更是关于勇气 尊重和激情的传奇 所以 下次当你仰望蓝天 想象一下红色巴伦在云端的舞蹈 让我们记住 那个空中的骑士 以及他不朽的传奇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密码与谍影 劳特尔巴赫的解密战 在探讨密码与谍影 劳特尔巴赫的解密战这一话题时 我们首先得承认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剧本 充满了神秘 智慧和背后的阴谋 但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里的主角 劳特尔巴赫 其实并不是一个穿着华丽丸里服 手持马丁尼酒的间谍 而是一位在历史的阴影中 默默工作的解密专家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劳特尔巴赫是一个现代人 他可能会是那种 在咖啡店里 对着笔记本电脑深夜工作 同时还不忘在社交媒体上 发一条解密印的人 但实际上 他的工作环境 可能更接近于 一间堆满了文件和电报的昏暗房间 而不是现代化的办公室 劳特尔巴赫的故事 发生在一个信息 是通过电报传递 而非通过WhatsApp发送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解密一条信息 可能意味着 能够揭露敌人的下一步计划 或者更重要的是 挽救无数生命 这不仅仅是一场智力游戏 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战斗 想象一下 劳特尔巴赫每天面对的是 成堆的加密信息 而他的武器 仅仅是他的智慧 一支铅笔和一张纸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他的对手是敌方最聪明的头脑 他们使用复杂的密码 来保护他们的秘密 这听起来 就像是一场终极的智力对决 不是吗 有趣的是 如果劳特尔巴赫的故事 被拍成电影 观众可能会看到 他在解密关键信息的那一刻 背景音乐见起 紧张的气氛达到顶点 但在现实中 这一刻可能只是 伴随着他轻轻的叹息 或者是他对着一杯 已经冷掉的咖啡的凝视 总之 劳特尔巴赫的故事提醒我们 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 往往是由那些 在幕后默默工作的人物 所决定的 他们可能没有穿着披风 也没有超能力 但他们的智慧和决断力 却能够改变世界的走向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部关于间谍和解密的电影时 不妨想一想 现实中的劳特尔巴赫们 他们的故事可能比电影中的还要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最后的帝国 奥斯曼的衰落与重生 好的 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 探索一个曾经辉煌无比 后来却步履蹒跚的帝国 奥斯曼帝国 这个故事充满了权力 阴谋 战争 当然 还有不少的幽默和讽刺 首先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 你的帝国版图横跨三大洲 你可以在早餐时 欣赏亚洲的日出 午餐在非洲享受阳光 晚餐则在欧洲的宫殿中举行 听起来是不是很霸气 但别高兴得太早 因为管理这么大一个帝国 比维护你的Instagram粉丝团还要困难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太成功的问题 他们在战场上几乎所向披靡 从维也纳的城门外到阿拉伯的沙漠 奥斯曼军队的旗帜几乎无处不在 但正如任何过度扩张的帝国一样 管理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想象一下 你试图通过马车和信哥 来管理一个覆盖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帝国 而你的对手却在使用电报和铁路 这就像是用刀叉参加一场枪战 结果可想而知 然后 让我们谈谈奥斯曼帝国的内部问题 如果你认为你的家庭聚会已经够混乱的话 那么奥斯曼皇室的家庭聚会 简直就是一场现实版的权力的游戏 皇位继承问题 宫廷政变 甚至是兄弟间的争斗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 成为苏丹的最大挑战 不是如何征服新的领土 而是如何在早餐后还能活着 但是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帝国将会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时 奥斯曼帝国却迎来了它的重生 不 他们没有发明时光机器 也没有找到魔法药水 他们所做的 其实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 试图让帝国适应新的时代 这包括了建立新的学校 引入新的法律体系 甚至尝试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结构 虽然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挽救帝国 但他们却是为奥斯曼帝国的最终继承者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所以 奥斯曼帝国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也会遇到问题 但通过改革和适应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能找到重生的希望 当然 如果你能避免家庭聚会变成一场生死斗争 那就更好不过了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三个充满历史和故事的话题 红色巴伦的空中传奇 劳特尔巴赫的解密战 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重生 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们 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和传奇人物 他们的故事不仅发人深思 而且充满了幽默和讽刺 红色巴伦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战争的硝烟中 人性的光辉和英雄的风采依然能够闪耀 他的生平不仅是空战历史的一部分 更是关于勇气 尊重和激情的传奇 所以 下次当你仰望蓝天 想象一下红色巴伦在云端的舞蹈 让我们记住那个空中的骑士 以及他不朽的传奇 劳特尔巴赫的故事提醒我们 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 往往是由那些在幕后默默工作的人物所决定的 他们可能没有穿着披风 也没有超能力 但他们的智慧和决断力 却能够改变世界的走向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部关于间谍和解密的电影时 不妨想一想 现实中的劳特尔巴赫们 他们的故事可能比电影中的还要精彩 最后 奥斯曼帝国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也会遇到问题 但通过改革和适应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能找到重生的希望 当然 如果你能避免家庭聚会变成一场生死斗争 那就更好不过了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独特的观点或者问题吗 让我们继续讨论和探索 一起领略历史的魅力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